阿翔,阿翔 隨著時代的進步 運動訓練的手段也日征完善 除了依靠教練的經驗 各類輔助團隊的精密分析 也可以協助教練在日常訓練中 做出科學的調整 高飛雨球訓練中心 就會定期邀請體能測試團隊 待會受訓的小選手們 做基本的身體機能測試和評估 有沒有看到地上的天台紅色的 請你把你的腳尖 對待這條線上 當你聽到 準備 你就要隨時做好起跑的準備 接下來我就會把機器啟動 請你聽到 這個聲音 就向前衝刺 通過下一個光澤 你看到它亮了吧 我通過這個以後它就會亮了 衝過去以後 再減速 不要還沒到這減速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所以等一下呢 1號到9號在這邊 那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 協助校隊或者是國家級的運動員 然後來做體能訓練這樣子 我們做的體能訓練的測驗 主要的目的其實就像醫生一樣 我們需要對症下藥 那我們就像是我們檢測速度 協調反應 跟它的敏捷啊 或者是下肢動力的部分 那我們要知道它到底哪一個品項不足 哪個項目不足 然後從中來去做課表的調整 那就像醫生一樣 我們感冒要吃感冒藥 那我們速度不好 就是要把速度練好 那協調不好 那它到底是因為速度不好 還是因為它的身體控制能力不好 所以我們需要能更了解到 他們的問題所在 然後來做處理這樣子 同時在訓練方法上 也會考量球員自身的狀態 進行針對性的安排 我們在訓練的動作 來營造來營造 我要看它再營造 非常噁心 而且會有在於 要一課 要一課 要是看一課 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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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內課 随着拍摄的持续进行 也让我们看到一名专业球员的培养 其实是凝聚了教练团、家长、科学辅助团队和医疗保障等各方面的综合力量 专业的培养体系和一般的业余训练 还会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